接着来看到位在台东的佛光山金刚寺 日前举办了新春普照之旅 走出寺院来分别拜访了企业家还有艺术家们 和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善知识的交流 台东佛光人在金刚寺殲寺惠立法师带领下 一同前往企业家陈仲宏 位于东河湘的海边别墅 陈仲宏是一家上海企业的总裁 因为惠立法师主法三十信念法会而结缘 从此更对佛法升起信心 佛光人感受一位纵横商场多年的企业家 如何投入信仰的历程 近年来金刚寺推艺文红法 不知请艺术家举办展览 也走出寺院来展开交流 金刚寺僧信接着参观艺术家林美慧 位于成功镇的工作画室 这次跟企业及艺术的交流 可以看到人间佛教的普遍性 大众性跟广阔性 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交流 开拓更多更广的因缘 而且也借由这样的交流 看到人间佛教的广度跟深度 修行不一定在寺院道场 佛光人当起人间佛教行者 走进民间与不同专业领域的善知识 来交流禅法与修行之道 不只结缘更从平凡之中 看见不平凡的道理 人经卫视台东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